馬志祥在電影《月老》當中 飾演的鬼頭城 後的生死力竭 因為五百年前 遭到夥伴被判刺殺 懷著恨意來復仇 這場戲還因為演得太投入 讓他一度在片場暈倒 馬志祥在電影《月老》當中 飾演的鬼頭城 後的生死力竭 因為五百年前 遭到夥伴被判刺殺 這場戲還因為演得太投入 我自己也有在現場幾場戲 因為我們是一起的 我覺得馬哥真的是 用盡生命在演戲 馬志祥還為了角色 苦練一兩個月的雲南畫 灰頭塗臉的造型 也都得弄上一個多小時 加上出色演技 讓從飲二十一年的他 受陸仪演員身份 入圍今年金馬獎最佳男配角 這個二十一年有很多的感謝 就是希望能夠借金馬獎 能夠說給大家知道 然後當自己知道入圍的時候 其實第一個念頭就是 謝謝 拜託是馬哥 拜託是馬哥 我在台下一定會這樣子 因為他想要金馬馬獎 你要馬獎 透露自己雖然緊張 但盡量還是希望平常心 而金馬獎還沒到 女主角之一的王健穎 先被導演周把刀發長文誇獎 簡直如獲至寶 他只是真的 他真的就只是講話 非常的浮誇而已 非常不切實際的一個人 前面是感動的 但看到後面就覺得 好像有點就是 越來越不對勁 你們都覺得如獲至寶 謝謝謝謝謝謝 幫一個講座給我吧 你在跟我喊話 還是跟金馬講話 自然的鬥嘴開玩笑 展現在片中搭檔的好默契 期待入圍十一項金馬的月老 能在典禮上大放益彩 TVBS新聞稱為 我們會喜歡的推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